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这个作品的支持 你们看 今天我有买了豆腐 今天我打算做这个客家酿豆腐吃 来一起看看 做这道酿豆腐材料也是非常简单 只需要这个猪肉碎 个别喜欢的话可以加上那个虾米 或者那个香菇碎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丰富 我家里刚刚有一些这个咬猪碎 所以就加这个咬猪碎了 调这个泡咬猪的水 也不能浪费 因为可以用上的 首先我们先将这个猪肉碎调味 调味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就盐 糖 胡椒粉 酱油 然后加上这个咬猪丝 再搅拌均匀 一切准备好之后呢 现在我们要开始酿这个豆腐了 首先将这个豆腐滑一条横 然后将这个肉呢 慢慢的给它酿进去 将这个肉慢慢的给它酿进去 慢慢的给它酿进去 慢慢的给它酿进去 酿好之后呢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煎豆腐了 煎这个豆腐呢 用中小火慢慢的煎它哈 火力不要太猛了 煎至两面微微焦黄的时候呢 现在我们就可以取出来了哈 接着呢 我们将这个酿豆腐哈 都请到这个砂锅当中 感觉这是酿酿豆腐啊 好像在挤地铁式的 没关系挤挤就挤挤吧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过后呢 再加上这一碗有灵魂的 泡过瑶珠的水哈 再加上少许有灵魂的花雕酒 然后再来少许的盐 不用太多 再来一点点的酱油 盖上锅盖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大火开始炖了哈 大火烧开 用小火炖个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 怎么样 今天这个客家酿豆腐饭可以卖15块钱吧 来 干杯 哇 油烟 是家乡的味道 我拿一块拍个特写给你们看看哈 看这豆腐酿的多好 也没有酿破哈 都好好的 而且关键呢 这豆腐呢 是酿出来的哈 不是在豆腐里面挖了一个小洞 才把肉舔进去 它完全是酿出来的豆腐 所以呢 这个酿豆腐哈 是比较霸达的家香味 非常有灵魂的这个特家酿豆腐哈 下饭也可以 下酒更霸达 所谓心急吃不了的豆腐哈 你看又吃的马头大了 这道客家酿豆腐呢 接着成功 非常开心哈 那好了 今天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的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呢 可以点赞 关注 联币的方法 来 影片下期再见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